大家好 这些国际持续聚焦在 副总统赖清德才在昨天清晨是繁体国门 结束他的巴拉归行 那么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就在今天上午是宣布 要在台湾的周边海域进行巡演 而且随后可以看到画面中 他们更发布了解放军组织海空联合备战警讯 以及联合演讯的现场影片 尽管这一次北京政府他们并没有直接点名 赖清德他过境美国一事 但是这个时间点也是不言而喻 就在他回程之后 那么画面中可以看到 解放军他们是出动了多艘的军舰等 甚至还出动了火箭军大秀军事肌肉 跟表态各部队现在已经按照计划 抵达台岛周边的海空域 尽管这一次他们没有指点演习范围 还有规模跟时间点 但是中方他们也强调 这就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的挑衅 这个严重的一个警告 对此我国国防部也是不甘示弱 可以看到画面中 中国防部他们也发布了声明影片 谴责北京政府 表态北京政府是借着发动军事挑衅 强调是以实际的行动来守护民主 将会这么做 也会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 但是其实从今天早上9点起 大陆解放军他们已经以各型的军机 出动了42架次的出海活动 而且要注意其中更争获了26架次的 攻击是逾越海峡中线 八艘的军舰是配合执行联合备战警巡 但其实对于大陆军员各方似乎 其实现在也觉得好像是预料之内的事 除了北京政府他们之前就多次的试警 这也已经不是大陆解放军 他们第一次穿越海峡中线 那么现在回顾到去年8月 当时前美国中约议长佩洛西 他当时放台就触怒了北京政府 解放军可以看到他们是一连多天连续举行 大规模的围台军演 而且军机跟军舰是穿越到了海峡的中线 飞弹更是首次的越过台海上空 金门也是首次发现有无人机侵扰 当时可以看到各方的专家就分析了 点出解放军他们的军机跟军越 穿越海峡中线 这不仅是代表海峡中线的默契 现在已经不存在 而且未来还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新常态 那么尽管北京方面他们一直以来 都是不承认海峡中线 但是当时佩洛西访台 解放军也就顺利成章 是直接把这个默契去把它擦掉 这就是所谓的中线默契 那么截止在今年4月的时候 总统蔡英文他出访过境美国 当时就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来会晤 同样也是踩到了北京红线 导致中方他们也是举行一个环台军演 举行了联合利剑的演习 那么这一次要注意他们和 这一次的演习 4月的演习和这一次先前发布的 也是一样强调是实战 而且重点是要检验他们的制海权 制空权还有制信息权 那么演习甚至手动 他们还出动了航母山东舰 来切断台湾本岛和外岛的联系 专家当时就点出解放军的战机 军舰从海峡 台湾海峡两边出动 这比佩洛西当时走后 解放军他们的军演 这个行动是大胆很多 所以现在看来 北京他们对台正折的规模 还有力道是越来越大 不过到底在台湾生活的年轻人 是不是真的有感 路透也是到了新一区采访年轻人 部分的受访者他们认为 其实这不过就是大陆一贯 用来打压台湾的作风 并不会真的引发战争 我觉得就是不会发生战争 然后我也不会害怕 为什么你会有战略性情 因为他们已经讲很久了 而且就是感觉如果真的打了 一定有很多问题 而且还有美国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这几年 中共对台湾的一个手段吧 就是一直想要打压在台湾 在整个国际的地位 然后威胁台湾 那么其实大陆解放军 他们这一次宣布演训时间 除了是赖清德 凡帝国们同时 同一个时间也是美日韩领袖 在大卫营结束 台湾时间今天凌晨 结束峰会之后 当时三国就重申 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系 时间点之后 那么国防院的战略研究所所长苏紫源 他就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他认为其实从政治的意涵而言 北京政府他们是将赖清德的出访巴拉圭 过境美国作为一个借口 实质上其实是将矛头对准 这三国领袖 对于台海和平重要性的一个宣言 所做的一个反制动作 那么根据行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他现在为了担心是会触怒北京政府 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 他也是刻意强调 这个峰会其实并非是针对中国 那么尽管拜登 他抗中的意图是非常明显 但还是向媒体表达 他希望今年秋天的时候 可以和大陆国家属席习近平两个来会面 而且这其实也不是拜登 他第一次提到想和习近平见面 只不过现在对于美国不断喊话 北京政府的回应都是相当一致 以往就数次的强调 美中双向他们要相向而行 必须要沟通 而且美方如果想沟通 也得拿出诚意 关注大陆的核心议题 也就是台湾议题 那么如此一来 美中关系才可以正常发展 美日韩峰会记者会上 拜登居中意气风发 岸田文雄以及尹席院一同出席 表明这是三国盟友一同开启的新世代 但拜登特意强调并非针对中国大陆 事实上大陆外交部在峰会还没举行前 就批评美国这样的行为根本就是在搞政治小圈圈 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高地 合作发展的热土 绝不能再成为低缘争夺的决斗场 拼凑各种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 将阵营对抗和军事集团带入亚太的企图 不得人心 势必招致地区国家的警惕和反对 根据CNN记者分析 拜登强调峰会并非针对中国大陆 其实是不想火上浇油 触怒北京 CNN记者以及外媒都提到 拜登在记者会中表示 希望今年秋天能够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这也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今年6月造访北京时 希望恢复中美沟头管道的目的之一 叶伦7月访中时也表示 尽管美中关系紧张 美中两大经济体应该加强合作 只不过对于美国不断喊话 北京政府的回应相当一致 希望中美双方相向而行 关注大陆的核心利益 中美关系才能正常发展 记者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